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韩中国导演刘德福 很高兴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是电影制作博士课程的第二十次课程 那听我们小课同学可能知道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 剧本创作课程的第七次的课程 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课的内容 上一次是我们根据这个创作灵感来写故事 那创作灵感有一些来源 普通会有这个从绘画方面 从音乐方面 从舞蹈 或者从图片 同一首歌 从一首诗 种种的这种灵感来源的基点 那我们上节课可能分享蛮多的 那今天就不多说了 希望听我们的课同学如果对上一节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去寻找那节课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第七次课就是上次的内容 接着往下讲 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帮忙回顾一下 韩国老师跟我们聊的一些东西 今天主要是讲如何刻画人物 如何刻画人物需要四步 那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行动来描述人物 第二步就是说我们通过台词来描述人物 第三步就是通过叙事来描述人物 第四就是通过一件小事来窥看社会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去刻画人物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回顾一下 课堂上讲的内容 从第一步开始 那我们第一步讲到这个人物行动 人物跟行动的关系 是一个对等的优势相互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如果你描写的人物还没有通过行动 可以表现出你人物的两面性格 那咱这里为什么说到这个两面性格呢 因为人他肯定是这个不完美的 总会有些缺陷 当然他也会有自己的优势 他优势的点 他善良的那一面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行动 那他有哪些行动是善良的 那些行动又是不善良的 那他善良的那一面 我们能理解 那他不善良的那一面的时候 当他在犹豫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们怎么才能刻画的让观众去理解呢 这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个方面都刻画清楚的话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 立体的刻画人物 你就成功了 那我们简单的举一个小的例子吧 比如人物的行动 比如小美 小美跟爸爸的关系不太好吧 那小美对待她爸爸 是这种冷冷冰冰的 甚至对爸爸说话的时候也不是很尊重 那这个就是小美的人物性格 那它是她的背面那一面 就是不太好的那一面 那小美到学校的时候 跟同学又是非常友善 说话也很顾忌同学的感受 甚至还帮同学去考虑一些事情 比如说同学早恋了 他还担心去同学有关早恋那些小的问题 显得他非常成人 非常成人的那一面 非常理性的那一面 而且在朋友的关系之间处理的非常恰当 那这就是他善良的那一面 那他为什么跟父亲不善良 又跟同学是善良的那一面 那你说这个人本身是矛盾的 本身是矛盾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人物的刻画 这就是说他的行动上面的两面性 通过他的行动来表现他的人物性格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通过台词来表现人物 通过台词怎么才能立体的把人物刻画出来呢 那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首先就是说 一定要写这种指向性动作提示的台词 另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写就可图性比较强的语言的这种台词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点 那这样的话就什么是指向性提示的这种台词呢 比如说他说了我要喝水 那接下来另外一场戏就是从他喝水 或者从别人的这个喝水状态接起来 这就是一个很巧妙的就是台词 通过台词的一个点来转场 那这种就是指向性的这种台词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可图性的台词 可图性的就是说 我们说完这个台词当中 从他的台词当中印含出来一些意思 比如说当他的行动跟内心产生变化的时候 刚才我们去小美跟他爸爸的故事 那小美对他爸爸说了一句 我根本就不觉得你是一个男人 因为你从来没有像父亲那样照顾我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可图性的语言 语言的描写 那台词 我根本就不觉得你是一个男人 首先就是他对爸爸的不满表现出来 其次你从来都没有像父亲一样照顾我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图的信息就蛮多了 那就是说他这个父亲有很多 没有像男人一面 没有像父亲一样 没有在让小美觉得 他就是一个我们不普通通的一个父亲 这就是可图性的台词这一面的描写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步 就是叙事这个部分 怎么通过叙事来描写人物 怎么通过叙事让人物更加立体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举出了三个点需要注意 三个点需要注意 首先在叙事方面的时候 我们要有人物的铺垫 人物的铺垫这比较简单 那拍过短片的同学可能就知道了 人物的铺垫无非就是讲 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他生活在哪 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 他平常说话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人物的铺垫 那第二步就是在叙事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人物不可能他没有目标活动 也就是说事件 事件我们俗称的事件 那是什么事件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 那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比如说刚才小美 小美跟他父亲关系不好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你可以讲小美跟他的父亲 产生了一场误会 也好 或者你小美因为讨厌他的父亲 而失手杀了他的父亲 这也是一个事件 小美由于自己的自私 导致于父亲差点死去 这时候重新感受父爱 也是一个故事 那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有了人物 有了目标活动 那最后他得到什么转变 那转变是什么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那如果我们描写的 小美是一个善良的人 那他最后终的转变 他应该变成一个坏人 或者他在目标过程当中 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 他曾经做过坏人 但又做回了好人 这也是一种转变 那现在我们再想想 趋势过程当中 让人物更加立体的三步 第一人物第二事件 目标活动 第三就是得到一种转变 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惯用的一种 写作手法 那平常有做写作练习的同学 可能知道了 那这种的三种方式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三段式的故事 三段式的故事 那看花剧的同学 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是三目剧 这么一个叙事方式 这么一个叙事方式 你只有你的叙事方式够完整 才能让你的人物显得更加立体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通过主题的升华 来提升你的人物 这个就有点远了 我们今天就不多说 简单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通过一个小事 小事刚才同样是小美 对他父亲的不尊重 来窥看社会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窥看社会 是从哪个点去窥看的 那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讲 小美一个人的故事 就是在最后窥看社会 在点的时候 轻轻的轻轻的扩大一下主题 比如小美身边的朋友 和小美一样的这一代人 都存在这种共性 就是对父亲的不尊重 为什么因为他从小 接受了很多父亲的母亲的溺爱 那这代人可能是90后的 可能是80后的 可能是00后的 这样就是通过一件 特别小的事来窥看社会问题 让整个人物 或者是让整个人群 得到一种思考 这就是我们第四步的主题升华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了还蛮多的 那这样我们会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介绍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课程 首先我们今天 主题是什么呢 讲如何刻画一个人物 如何立体的刻画一个人物 分四步 第一通过行动来刻画人物 让他立体 第二通过台词来刻画人物 让他立体 第三通过叙事的过程 让刻画人物更加立体 第四通过主题的升华 通过一个人来窥看一代人 或者一类人 让更多的人得以反思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分享的这个 如何让人物更加立体化的 这么一个剧本创作的课程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觉得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 还没有听过上期节目的同学 也可以回头 应用我们的频道 记得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而且会有小铃铛的提示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分享 更多更有利 适合你的支持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的留言窗里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 会分享你的珍贵留言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周见